好 我明白 樊一平 电脑上要出现新的通缉令了 你快看一下 刘队 你赶紧过来一下 孔大军越狱了 你认为 他会不会逃回淮海 他会不会逃回淮海 按说不会 这里认识他的人很多 那可不能调义情心啊 尤其是你 还有吴怀生 我倒不怕 倒是要提醒一下怀生 孔大军这个人 报复心里极强 按说我不该说 可是 说 小的时候 他办了一个同学 拿了他一支圆珠笔 他就把人家里的猫给杀了 还剥了皮 那么 你更要做好准备 他很可能已经遣到回来了 医院里 有他一个生病的弟弟 是 我马上去办 我去吧 说 我去换艺 他行吗 我去换艺 我去换艺 云 混蛋 他说一般情况下 罪犯逃跑之后 应该远离自己生活过的地方 而且是越远越好 他没有回来的道理 但是他不同 他回来的目的就是要报仇 很有可能 第一个目标就是你 为什么是我 有件事我可能不该问 你别生气 我总觉得 大军杀顾清 在某种程度上 是受了你的暗示 我 我怎么会呢 我确实没有 让他杀顾清的意思 我是商人 我又不是杀手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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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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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吃完 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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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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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